欢迎收看知新解说三国沙 本期的视频咱们什么事都不干 就来讨论一下起伏那个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起伏了28次 一次同性节都没有 真的 我没换过一次都没有 那有人会问你起伏到了什么 最多最多的就是中狼降硬 但我感觉现在只要不开出校位以外的东西 都是好样的东西 就是除了校位降硬以外 其他都是好样的 因为我现在中狼太缺了 他难道都问的意思 但是问题来了 他就送我了一堆皮肤和几个武将 普通皮肤一堆 稀有皮肤一堆 传说皮肤几个 好像三四个传说皮肤 然后还送了我两个武将 一个 那个什么 周氏 国将武将 因为我不玩国战 所以没有这武将 他居然送我 我感觉这是完全贵的 但是有个好消息是 他送了我一个大小桥 这个大小桥武将 那个商场听见还是挺贵的 多少价格 我们去看看 这好像六十五十七十这样子 虽然说一个同学间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感觉 就是运气还是在中等的 毕竟有几个传说皮肤 我皮肤包跟你说 二十八次减三次 二十五次 二十五 至二百五十 叫我十二百五 一个皮肤包是二十五 叫我十个皮肤包 开出传说皮肤 我说能开出一个史诗皮肤 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所以说对于 就这种运气换上过来 是完全不亏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一点都不高兴 咱们来看看 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猜的十三个 运气还可以吧 六次猜对七次猜错 五年三连包一个 五国泰的 普通皮肤 我已经不知道抽中过几次了 那个是五国泰的吗 不去管他 反正五国泰的普通皮肤 抽中三四次了 一百五公顷 一个单包 一个三连包 一个三连包 这是 稀有皮肤 还行吧 他能开出啥 再开一个 普通皮肤 没事 但是还挺好看的 看看 咱们重点是这个 草鹰 不可能吧 一个三连包 三百公顷 又一个三连包 还是五包呢 豪华皮肤包 咱们今天就来看皮肤包吧 等一下 这是 史诗皮肤 太好了 绝对是单比开皮肤包赚的 哇一个水晶碎片 太好了太好了 一个水晶碎片 别说了 这次绝对是赚的 就加一个史诗碎片加大小小两个 我现在这绝对绝对是赚的 有的可能会说 我武将全有了 什么都有了 我就跟你说 反正对我来说 绝对是赚的 最后一个看看是什么 圣灰水晶有吗 看一下 稀有皮肤 史诗皮肤的 高级三公秀锦囊 最烂的一个 不过呢 还是赚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一二三 等一下背景 一二三 这样子又能合成一次了 看看能合成什么 有了就一般般了 我知道了 在线礼包 咱们把最后一个 在线礼包给领了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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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谷有七个 不错不错 运气还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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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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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